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新岛日报的记者张晓彤 近日,鲨鱼攻击圣里牙哥单身妈妈的事件发生后 民众对于鲨鱼的警惕及恐惧与日俱增 长堤消防局公布,每天长堤附近海域活跃着的未成年鲨鱼有10到20只 鲨鱼活动非常频繁 媒体曝光的鲨鱼袭击人事件原本意在提醒民众注意安全 却反而导致更多人前往海域附近观察鲨鱼 据城市新闻网报道,近期鲨鱼攻击人的事件报道屡见不鲜 对于鲨鱼的监控工作也更加严格 民众的警惕度增加了 但是消防局透露,在重重严访下 鲨鱼的活跃度与历史同期持平 对于人群的威胁仍旧存在 长堤消防局发布公告,指出粗略统计 附近海域有数十只未成年鲨鱼 但是暂未发现鲨鱼对人有攻击的行为 鲨鱼将关注点放在捕饰长堤附近的海洋生物上 长堤消防局提醒民众 不要主动过度靠近鲨鱼 媒体曝光多起有关鲨鱼的事件后 民众对于鲨鱼的好奇心反而上升 很多人划船靠近鲨鱼 观察鲨鱼的活动 长堤消防局表示 他们会严密监控海域内鲨鱼的活动 以保护在沙滩附近从事游乐活动的民众 但是保护鲨鱼的安全也同样重要 当局呼吁民众不要过度靠近鲨鱼 打扰鲨鱼在自然栖息地中的活动 此前有媒体报道 南加州的鲨鱼活动非常频繁 曾出现呈现两条鲨鱼在海洋中追逐冲望者 也出现过鲨鱼攻击的事件 据统计唐纳礁附近曾发现九条鲨鱼 圣克莱门附近发现一条十一尺长的鲨鱼 圣利牙哥被鲨鱼袭袭右腿的女子也仍未处愿 以上新闻由星岛日报记者李博尔专告 记者张晓彤播报 谢谢